家里经常用酵母的药流液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别说我没提醒你哦 像这样的干酵母粉 家家户户户都有 经常用来做包子馒头和其他点心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朋友都不了解酵母粉 还有一部分认为酵母粉吃多了对身体有害 其实并不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 酵母粉它也属于一种食品 因此呢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除此之外大家还需要注意 酵母粉也有保质期的 超过保质期 那么酵母粉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第二点 拆开的酵母粉 我们一定要将它收口 可以像这样折叠一下 然后用燕尾夹将它加起来 或者是放在密封罐里面 受潮的酵母粉也没有任何作用哦 所以每次用完之后 一定要密封收口 或者是放在密封罐里面 学会了记得点个赞 我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视频